大家好,今天继续讲问道中医 今天呢,聊一聊一些失传的医术 或者是将要失传的医术 现在中医呢,很少说是用八字来看病 其实我学中医之前,我是学子凭八字的 学子凭八字呢,我台湾的吴尚义老师啦 在八字里边有一节,叫八字与健康 他提到了看八字怎么断别人健康的事情 正好前几天呢,有个朋友加我微信 聊起来了,说让我推荐一些学习方法给他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样,你帮你八字给我看一看 他真的八字扔给我了 他说,你尽管说,好的差的,说都行 我说说他的性格,他的婚姻经历也都没错 然后呢,我就看他的健康,他属于基因特别旺 但是八字里没有目 这个老师就说过,这种没有的五行 往往都比较弱,不一定有病 但是如果是天干地之出现那个五行的时候 他可能那个相关的脏器就会有问题 因为目啊,他就是与我们的肝胆相关 然后他今有特别旺,今刻目 我就算了算,明年就是任银你 明年的银就是目年了,目的临冠了 我就不能说,明年后年你就要很注意你肝胆方面的问题 他说,确实真的是他 他确实很担心自己肝胆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的好像从小肝就有问题 反正就是这个就验证了,这个老祖宗的学问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八字看病啊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中医在诊断的时候 很少会去看病人的八字了 我听说是有,但是很少 我相信在正规的院校交受中医的时候 也不会交到八字的这些内容了 又来这个文在词 那如果真是辈心